这两个不是小话妹是吗 这两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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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4日 本期视频呢 是我们关注徐州丰县 八孩妈妈事件的第19个视频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在怎么关注锁链女的同时呢 呼吁取消拐卖妇女罪 希望以绑架罪 强奸罪 甚至是反人类罪来惩罚 那些把妇女当作性奴 或生育工具进行买卖的罪犯 除了改变罪名外 另外呢 还必须全面排查 以进一步加大威慑力 随着对锁链女事件的山蛙 和查阅的越来越多的资料 我们震惊的发现 几乎所有的问题 都不是从被侵犯妇女角度处罚的 几乎所有的困难呢 都与解救后 如何安置妇女和孩子有关 其中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现在按绑架罪 强奸罪处置 如果获救女子根本没有足自承担养家糊口的能力 她和孩子怎么办 或者女子进入了医院 那孩子怎么办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荒唐 我们一直以为啊 中国早就有儿童福利法 收养这些儿童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基本责任 没成想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的是吓一跳 咱们来看陈映芳教授2020年的一篇介绍 说 有关儿童权利和福祉 早在1923年国际上就有一份儿童权利宣章出现 由救助儿童国际联盟制定 1924年呢 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 日内瓦宣言诞生 联合国成立后 195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 第二份儿童权利宣言 1979年开始了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工作 这一点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儿童年 而2022年中国竟然没有儿童福利法 陈映芳教授介绍说 全国大约有61.5万名孤儿 其中有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仅有10.9万名 数据呢是2013年的数据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数据呢并不包括流浪儿童 财政经费和救助机构明显不足 没有相关的法律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不提供充足的政府财政支持 而地方政府呢就可以以此作为借口而不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是联合国国际儿童公约的第一批签约国 联合国国际儿童公约是1989年就签署的同年9月生效的 1989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 1989年也许中国没有脱贫 那咱们接着查 说从GDP总量来看 中国GDP由1989年的不到1.72万亿人民币 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 增长了51.4倍 51.4倍 这还仅仅是2018年的 现在中国已经成了世界老二 那2021年上半年GDP就达到了532167亿元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然没有足够的财政保障儿童的福利 居然没有制定儿童福利法 那我们一直鄙视的美国呢 美国是1935年就开始有的 然后呢不断的修正 还有日本呢 日本是1947年就有了儿童福利法了 于是呢我们就在想 即便是除去各种负责的原因 如果没有儿童福利法 财政支持就无法得到保障 没有儿童福利法 那些被解决的妇女儿童的安置 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 这些都是救命钱呢 好吧 就算是历史原因是中国这方面的方法之后 但为了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儿童福利法的制定 也是刻不容缓 封县锁链女惨剧被曝光后 大家齐声痛骂媒体的沉默 其实人大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 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 并要求必须予以答复的权利 那为什么时至今日好像没有听到各级人大代表的发声 那他们为什么不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利呢 人民日报不是要倾听人民建议给2022年的全国两会烧句话吗 那今年的两会会讨论废止妇女儿童拐卖罪吗 会制定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福利法吗 会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吗 这两天朋友推荐看盛宏老师写的文章 盲山市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 看完了真的是拍案叫绝 文章透彻的分析了买卖这个概念 对绑架强奸妇女罪的粉饰 对妇女权利侵犯的洗白 以及对犯罪行径合法性的富裕 他说当法律条款用收买描述有人付钱 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对妇女的控制 将这些人称为买主时 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法律概念上的扭曲和欢销 这就是将这种犯罪行为视为与买卖类似的行为 这是对买卖一词的亵渎 也是对这种用暴力侵犯 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 读完完账后呢 会让我们更觉得在封献锁链女这个惨无人道的悲剧上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查清锁链女的身份问题 只追求将具体犯罪嫌疑人和失职人员升职依法 不能从根本上探究 妇女被作为性奴绑架强奸和买卖的法律问题 那这样的悲剧还会不断的出现 还会有更多的妇女被绑架 当然了也有一点不同意的意见 拐卖妇女罪亵渎的对象不是买卖一词 而是妇女 其实也不是妇女而是人 因此我们就坚持认为这是反人类罪 之所以不是亵渎买卖 因为买卖呢 是也可以用于买卖伪禁品 卖这个词语暗含着编语的误化 而卖妇女这个搭配 必然将妇女就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物品 把人视作物品的想法或提法 践踏了现代文明的根本法则 法律语言上出现这样的搭配是不合适的 历史上呢 有犯奴的丑陋罪恶 要注意的是动词犯后面的是奴而不是人 也就是说呢 当人被强称为交易品时 人的地位也就被剥夺了 人不是物品不能用于交易 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 如果做进一步思考 我们会发现拐卖这个词有更多的问题 卖字被拐字所限定 根据一般的语言常识 如果有限定词 那就意味着后面动词的外言 被限定词所签定 拐卖不可以 那就不采用拐的交易方式 是不是可以呢 如果拐卖妇女罪这个概念成立 那不涉及拐的交易行为 似乎就有了正当性呢 而司法实践中 有的困难就是因此而产生 按照汉语词简的解释 拐的核心语意是诱骗 诱骗自然可恶 但能被诱骗多少也暗示 被诱骗的主体有一定的责任 再者 虽然有司法解释 但拐字本身并没有绑架或邪魄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说 拐卖从语意上就洗白了所谓的 拐卖妇女罪礼的绑架和强奸的罪恶感 就减轻了犯罪人的罪责 据此呢 这个罪名不仅消弱了法律的保护能力 他更是消弭了法律的威视力 为犯罪嫌疑人的司法辩护提供了便利 不仅仅是便利 更是给了他们胆量 如果让他参与绑架妇女 他知道绑架罪的法律后果一般不敢 但如果让他去参与拐卖妇女 在犯罪嫌疑人看来就是一桩买卖 因此呢 他便有胆量去参与 如果让光贯去强奸妇女 他通常不敢 因为他知道这是犯罪 可是如果告诉他出钱 可以买个妇女回来强奸 那他有可能就不会犹豫 如果告诉光贯的父母 通过囚禁和强奸 可以得到孙子孙女 他们一般也不敢 但如果告诉他们 可以花钱买一个妇女传宗接代 他们极可能觉得这是正当的买卖 且不说人权意识 由于是买卖被当作商品的妇女的自由意志和权力 就不是顾及的内容 说拐卖妇女罪 还因为法无禁止 即可为的道理 中国没有拐卖男人和老人罪 单设拐卖妇女和儿童罪 那就意味着如果有需要 有市场 拐卖男人和老人可以不入罪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还要追加一个拐卖男人和老人罪吗 实际上是无人能幸免的 就像圣洪老师所分析的那样 把绑架和强奸妇女既定为拐卖 那就给犯案人某种心理的暗示或支持 使他的强奸和虐待妇女行为有了合理性 根据交易规则 他出了钱买得了商品 他自然对商品有占有支配和使用权 他当然可以转让免费赠予或丢弃 这不仅使犯罪人的动机合理化 也是他们的罪行合理化 拐卖妇女这种说法之所以会不可思议的 被有些人甚至法律人士判断能成立 那还是因为他唤醒了一个重大问题或误解 且不说发生在前面的绑架和之后的强奸 拐卖妇女有一个假象 那就是卖主是提供他劳动所得的货物 买方是按双方同意的价格出钱购得货物 这好像是典型的商业行为 有不少买主就是这样理直气壮的 为自己的犯罪行为狡辩 甚至还有要求退还所花的交易费 问题是这真的是商业行为吗 买方所支付的费用真的是货物吗 其实不然他支付的只是绑架费 也就是所谓的劳动酬金 卖主是以货益钱吗 不是他只不过是向买方讨的劳动酬金而已 人不是物品不能成为商品 所以这里的价格与货物无关 这里根本不存在买卖关系 这里的金钱交易是赤裸裸的雇主和绑匪的酬金支付关系 愤怒的网友们翻番说 有不少人甚至还有官员和作家 都认为拐卖妇女是解决光灌问题的一个途径 且不说这些人的人权意识或他们满脑子考虑的是 光灌根本不把妇女当人 他们不考虑受害者的意志和权益 正是拐卖妇女这个概念为他们的想法 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合理性 当妇女被视为物品时 向物品匮乏者提供物品的逻辑上 似乎没什么不可以 只是这些人在提出这种主张时可能忘了一点 如果人可以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利益被拐卖 那所有的人都可能遭遇这样的悲剧 他们的母亲 他们的太太 他们的儿女和姐妹也是妇女 如果拐卖妇女可以帮助解决光灌村的问题 假如这些官员或者作家的母亲太太 儿女或者姐妹 某天出门被拐卖到光灌村 解决光灌问题时 这些人还会拍手叫好吗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亲人也参与了解决光灌村的问题 而感到欣喜若狂 见人就吹嘘自己的自豪感吗 拐卖妇女的罪名还掩盖了该罪行的团伙性特征 拐卖妇女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为 这个罪行涉及一群犯罪嫌疑人 包括拒用抗法的当地村民 也就是说拐卖妇女具有典型的黑社会性质 用了拐卖妇女这个罪名 这就使这些人成了某种商业活动的人员 这使他们有可能安然的逃脱了打黑扫恶 如果拐卖妇女是绑架是强奸 是由组织的暴力侵犯公民权利 称霸一方为非作恶的犯罪活动 那当地政府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警方会手软吗 放任黑社会的存在 徐州能凭上文明幸福城市吗 拐卖妇女罪啊 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知名横行霸道 多少罪恶因此而逃脱了法律制裁 更可悲的是多少妇女因此而沦落成了锁链女 可恨的是多少地方政府也因为你知名而不作为 却能搪塞过关 是到了重新审视拐卖妇女罪这个罪名的时候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